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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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的话题 这个话题我们从来都没有讲过 因为最近呢这个Cherry Omotafy 的事情呢 所以大家都在讨论召回这件事情 有些人讲呢马来西亚的车厂呢从来都不进行召回 那么这个是不是事实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东西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就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的影片其实也不是为了讲Cherry啦 因为我们主要是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召回罗哈的目的在哪里 不过我会建议啦 各位Omodafy 的车厨 如果Cherry 已经联系你们回去service 或者回去检查的话 那么请无必要回去 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正题什么是recall 通常recall会分成两种类型 一个是预防性的recall 一个是这个补救性的recall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预防性的recall 通常常常发现车子在可能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它会发生一些可能危险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进行这个预防性的召回 主要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驾驶者或者小汇者遇到问题 那么补救性的召回呢 其实就是当车子已经发生了一些特定的情况 当他们掌握到信息之后 他们就进行这个补救性的召回 意思就是为了把这个杀伤力或者伤害减到最低 那么马来西亚的汽车制造商呢 会不会有这个补救性措置 或者是这个预防性的措施的召回呢 其实是有的 远的不讲我们就要进了 最近呢就有这个Toyota Veloz 还有这个Pro Duo Elza呢 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防性的召回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机器在锁定螺丝的时候呢 可能力度不够会造成这个螺丝松动 可能会造成这个轮圈的脱落 因此呢他们就召回了这个Elza 还有Veloz 进行这个预防性的检查 所以其实呢 马来西亚的汽车商呢 都是会针对这些进行一些召回的动作 另外呢像是之前Forceway跟呢 他们因为DSG的问题呢 他们有进行一个召回 这个也是处于这个补救性的措施 就是他们会更新一些硬件 或者是软件上面的程序 让这个DSG减少出现问题的概率 其实这种都是属于召回 那么不一定在车子会出现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的状况下呢 他们才会召回 所以呢 只要是有叫消费者回去检查着这个动作 都叫做召回 那么补救性的召回呢 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有发生过 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个Takata Airbag的事件 这个Takata Airbag的事件呢大家的印象可能都是日本的厂商中招 因为呢大部分召回的都是日本的厂商 不过实际上呢Takata Airbag在巅峰时候呢 它全球的实战率高达20% 也就这样除了Toyota Honda Suzuki Mazda Subaru 等等的日本厂商之外呢 像是Audi Volkswagen Bill Jorke BMW Mercedes-Benz 他们都会受到这个Takata Airbag的影响召回 甚至连我们的国产汽车制造商Proton呢 他们都因为这个Takata Airbag的事情进行过召回 另外甚至是中国的汽车品牌 像是Cherry跟BYD 他们同样的也是曾经使用过Takata Airbag 因此呢他们也在中国国内进行的召回啦 不过那个时候呢这些产品都没有进来马来西亚市场 所以并没有在马来西亚市场进行召回 而且呢这个召回动作也非常的迅速 因为之前呢我家人也是有这个受到Takata Airbag影响的Honda车款 那么在原厂进行召回之后呢 只需要很迅速的去跟他们预定时间 那么他们就可以很快的安排时间 把你跟原来有问题的组件进行更换 所以这一个动作呢我觉得还是值得称赞的 那么有一些网友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很多的车款在马来西亚有贩售的 可是在国外进行召回 可是马来西亚没有 那个是什么因素呢 其实有很多因素造成 那么第一点就是这一个组装上面 因为呢马来西亚大部分的车子呢都是在本地进行组装 而在国外召回的是国外的组装 可能那边发生问题并不代表马来西亚有发生问题 然后第二点就是供应商的问题 就像是不久前应该在去年年末的时候呢 在澳洲的Toyota Corolla Cross呢就进行了召回 召回了1000多辆 因为它的电子手刹车会出现问题可能导致刹车不紧 可是马来西亚没有召回 那个是因为马来西亚版本的Toyota Corolla Cross 并没有电子手刹车 所以就不需要进行召回 如果是引起了比较大的问题 例如讲这个Takata Airbag 事件呢 那个马来西亚就一定会进行召回 因为马来西亚的车子就一定会使用到这个Takata Airbag 而且Takata Airbag 的召回呢也可以讲是近10年 全球汽车车坛呢召回最多车辆的一次 因为它的总召回数量呢超过了1000万台汽车 那么在影片的最后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些细节 如果说你的车子不适应的也需要被召回 那么你应该怎么样 首先如果你的车子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像是Takata Airbag 事件或者这一次Cherry 的事件呢 那么原厂会在网站面设立一个专门的网址 你可以在那边输入你的车子的注册编码 来确认你的车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如果是有受到影响的话 那么呢他们就会安排你去进行这个检查或者是更换 那么如果是讲今天是一个不大会用这个网际网络的朋友呢 你们也可以直接的前往这个展示厅或者是维修中心进行一个询问 通常展示厅和维修中心呢他们这个售后服务的处理团队呢 也会去根据这个情况来帮你辨别你的车子是不是受到影响 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呢他们也会马上的安排你更换这个受影响的组件 在前面的内容我就讲到了 其实马来西亚很多的汽车品牌真的在发生事情的时候呢 他们是会进行一个召回动作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作为企业应该负责的责任 但是有时候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品牌的知名度不够 又或者是因为这个召回的事件影响不大 所以在大家的观念里面呢 马来西亚的汽车厂商并不会进行这个召回动作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可以去Google一下 从2000年开始呢 马来西亚的汽车品牌 包括国产车 包括外国车 包括日本车 包括德国车 包括韩国车 包括中国车都好呢 只要有事情发生会影响到安全的 他们都会进行这个召回动作 OK啦 那么今天就是我们以上影片的内容 这期的影片只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的车子真的是在任何一个品牌的召回list里面呢 记得一定要去进行一个检查的动作哦 确保你跟你家人的安全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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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